第五十二集 倒是侯爷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成功吗 至少在你出现之前 一切都非常顺利 我的法师们以眼恋为名 以及神不知鬼不觉的 把火药全都埋好了 隐信就在记录之中 只要当天皇帝分香百天点燃锡纸 扔进记录后 整个记录就会延报 果然是这样 没成素叹道 皇帝分香之时 虽然朱皇子与大臣们都在台下求持外归后 可以幸免 但皇后却必须要在记台上相伴 尽管你们适合多年 可到底还顾你一点兄妹之情 所以你想办法让她参加不了几里 对吗 没错 言缺坦然的 虽然她一身罪孽 但终究是我妹妹 我也不想让她粉身碎骨 苏先生就是因为她病得奇怪 所以才查到我的吗 也不尽然 除了皇后病的蹊跷以外 玉金说的一句话 也曾让我心生疑斗 玉金 那晚她送了我几筐 岭南干绝给我 说是官船运来的 很强手 因为你去预定过 所以严府才分得到 梅长苏 瞟了一眼过来 眼封如刀 像你这样一个求仙仿道 不问家事 连除夕之夜都不配家人同度的人 会为了准备年货坚果 而特意去预定几筐橘子吗 你只是以此为借口 前去确定官船到岗的日期罢了 这样才能让你的火药 配合护部的火药 同时入境 一旦有人查识到异样 你便可以顺势把线索 引向私泡坊 只要石军上吻合 自然很难被人识破 可惜还是被你识破了呀 颜缺语带机场 苏先生如此大财 难怪谁都想把你抢到手啊 梅长苏并没有理会他的讽刺 仍舍静静问道 后夜甘冒灭族之险 某次皇帝 到底想干什么 颜缺定顶看了他片刻 突然放声大笑 我别的什么都不想干 我就是想让他死而已 自杀皇帝 就是我的终极目的 因为他实在是该死 什么逆天而行 什么大逆不倒 我都不在乎 只要能杀掉他 我什么事都肯做 梅长苏的目光 看向前膀 低声道 为了陈飞娘娘吗 颜缺 全身一震 豁然停住笑声 转头看他 你 居然知道陈飞 又不是特别久远 知道有什么奇怪 当年黄长泽 齐王获罪赐死 圣母陈飞也在宫中则杀 虽然现在 没什么人提到他们了 但毕竟事情 也只过去十二年而已 十二年了 眼缺的笑容 极是悲怅 微寒泪光的双眸 灼热似火 已经够长了 现在除了我 还有谁记得他呀 梅长苏静默了片刻 淡淡的 侯爷竟然对他如此情深意重 当初为什么又会眼睁睁 看着他入宫 为什么 淡淡游起了牙根 就因为那个人是皇帝 是我们当初拼死相保 祝他登上皇位的皇帝 当我们从小一起读书 一起练武西文 一起共凭大量威局时 大家还算是朋友 可是一旦他成为皇帝 世上就只有君臣而自了 我们三个人 曾经在一起发过多少次誓言 要同患难共富贵 要生死福尸 永不相赴 他最终 一条也没有充满共富贵 登基第二年 他就躲走了月瑶 虽然明知我们已欣欣相许 他下手还是毫不迟疑啊 林大哥劝我忍 我似乎也只能忍啊 当年京宇出世 月瑶被封沉飞时 我甚至还觉得自己可以完全放手 只要他对他好就行 可是结果呢 京宇死了 月瑶死了 连林大哥 连林大哥 他也能狠心连根给罢了 如果我不是心灰意冷 远顿红尘 他也不会在乎多天我一条命 这样良婆的皇帝 你觉得他不该死吗 所以你筹谋多年 就只是想杀了他 梅成苏凝视着 延继有机苍老的眼眸 可是杀了之后呢 祭台上皇帝灰飞烟灭 留下一片乱局 太子和玉王两相内斗 避之朝政不稳 边境难安 最后遭殃的是谁 得利的又是谁 你所看中的那些人身上的污名 依然烙在他们的身上 毫无招许的可能 齐王仍是逆子 林家仍是叛臣 臣飞依然孤魂在外 无牌无畏无灵 你闹得天翻地覆 举国难宁 最终也不过 只是杀了一个人 梅成苏 拂病而来 一是因为时间确实太紧急 二来也是为了保全延后 此时历生责备 心中渐渐动着真气 声音郁郁转机啊 面上也涌起了浅浅的愁红 言后言 你以为你是在报仇吗 不是 真正的复仇不是你这样的 你只是在细思愤而已 为了出一口气 你还会把更多的人全部搭进去 仙境思 吃吃来吃素的吗 皇帝被刺他们岂有不全力追查这里 既然我能在事先查到你 他们就能在事后查到你 你也许觉得生而无趣 死而无妨 可是与今何其无辜 要受你连累 就算他不是你心爱之人所生 他也依然是你的亲生儿子 从小没有你的喝宠关爱 倒也罢了 这么年轻就也因为你身负大逆之罪 被株连杀头 你又怎么忍得下这份心肠 你口口声声说皇帝心性凉薄 是吗你如此作为 又比他多情几分 他句句言辞 如此肌肤 严缺的嘴唇不禁剧烈的颤抖起来 伸手盖住了自己的双眼 喃喃道 我知道 对不起与今啊 他今生不幸 当了我的儿子 也许 就是命吧 梅成苏冷笑一声 你现在已无成功指望 若还对玉今有半分愧疚之心 何不早日回头 回头 严缺 惨然而笑 简衣上学 如何回头啊 夜里还没有开始 皇帝的火纸也没有丢入记录 为何不能回头 梅成苏目光沉稳 面色肃然的道 你怎么把火要埋进去的 就怎么取出来 之后运到丝泡坊附近 我会派人接手 严缺 抬头看他 目光惊差万分 你这话 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要趟这趟浑水 因为 我在为欲望效力 你犯了谋逆之罪 皇后也难免受牵连 大事化小 小事化料 是最好的选择 梅成苏胆淡的 如果我不是为了要给你善后 何苦跑这一趟 跟你静视密谈 直接到玄警司告发不就行了 你 严缺 目光闪动 狐疑的看了这个文弱书生半晌 脑中不知想到了什么 神色渐渐由激动变成阴了 你要放过我当然好 不过我愁话说在前面 就算你这次网开一面 就算你手里握住我这个把柄 我还是绝对不会为你的主唱效力的 梅成苏一笑的 我也没打算让你为欲望效力 后夜只要安安生生的继续求先访道就好了 朝廷的事 请你静观其变 严缺又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他 摇头道 嗯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善意 你放过我 求不图回报 到底有何用心呢 梅成苏 目光悠悠 面上夫妻有些苍凉的笑容 侯爷不忘陈飞 视为友情 不忘林帅 视为友谊 这世上 还有心中留有情意的人 实在太少了 能就一个是一个吧 只望侯爷记得我今日良言相劝 不要再轻举妄动了 严缺 严缺 深深凝视了他般上 长歇一口气 朗声笑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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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馁楸 孟先生年纪轻轻就有这般气魄 我也不再妄加揣测 挤台下的活药 我会想办法移走 不过既离日近 防卫也日延 若不幸失手 漏了刑挤 还望先生念在与小儿 一番交往的份上 救他性命啊 梅成苏 与梅清斩 玩耳道 严侯爷与蒙大统领 也不是没有就交 这年关好日子 只怕他也没什么心思 认真抓人 所以侯爷 只要小心谨慎 耽误大爱 那就成监生机严了 严依拱手为礼 微微一笑 竟已然完全恢复了镇定 经过如此一场 惊心动魄生死相关的谈话 陡然终着他筹谋多年的计划 他却能如此快地调节好自己的心绪 短短时间内便安稳如常 可见确实胆色过人 不由他没长苏 不心下暗赞 话已至此 再多说便是赘眼 两人甚有默契的一同起身 走出了画楼 门刚一开 严语金便冲了过来 叫道 爹 苏兄 你们 问到这里 他又突然觉得不知该如何问下去 中途耿住 我已经同令尊大人说好了 今年除夕几晚组 你们父子一同守岁 梅长苏 微笑道 至于飞流 只好麻烦你 另外找时间带他去玩了 严语金 看看这个 再看看那个 新知画楼密谈的内容 当然不会是这么可笑 不过 他是心思聪明 嬉笑之下有大志的人 只愣了片刻 便按捺住了满腹一团 露出明亮的笑容 点头硬道 好啊 梅长苏也随之一笑 左右看看 景瑞呢 他卓家爹娘 今晚会到 必须要去迎候 所以我叫他回去了 车顶风到了呀 梅长苏 眉睫轻动 他们年年都来吗 两年一次吧 有时也会连续几年都来 因为谢伯父身居要职 不能善灵王都 所以只好卓家来勤一点了 哦 梅长苏 微微汗手 感觉到严缺的目光 在探究着他 且不加理会 镜子摇摇 看向天际 日晚 木云四合 余晖已尽 这漫长的一天 终于要接近为生 不知明日 还会不会再有意外的波澜 于今去把苏先生的轿子 叫进二门来 如夜起风 少走几步路也好 严谦平静地吩咐儿子 待他领命转身去后 方把事情又转回到 梅长苏的身上 沉声问道 我刚才又想了一下 先生这次为我满嘴 只怕不是豫王的意思吧 豫王根本不知道 梅长苏 坦白地回答 其实来见侯爷之前 我自己也没有十分的把握 严妻紧紧地闭了一下眼睛 叹道 豫王何德何能 竟得了先生这般人物 只怕将来的天下 已经是他的了 梅长苏 看了他一眼 侯爷与皇后 必居兄妹 欲望得了江山 又有何不好 严缺斑白地生病 在夜色幽光下闪动着 轻笑的脸颊 如同抹上了一层寒霜 都是一般的刻薄狠毒 一般的寒食心肠 是此事彼 根本毫无区别 我如今已失了红颜 忙了知己 苟延残喘至今 却无力还他们清明公道 此生既颓然至此 还会再与谁得天下吗 梅长苏某中 两宫微闪 问道 侯爷记着 我是豫王的人 说这些话 不怕有什么关爱吗 我的这些想法 豫王早就知道 只是见我不设朝政 皇后有命 他不要理会我 才有如今 两不相关的局面 严缺冷冷一笑 以先生诸语之才 要毁我容易 要想为豫王控制我 加弄我 还请 五声辞响 侯爷多心了 苏某不过随口问问罢了 梅长苏 容色淡淡 神情宁静 只要侯爷 今后没有异动 苏某就绝不会再一次是 相惜惊扰 至于欲望那边 更是早就没存着 能得侯爷相助的奢望了 严缺 覆手而立 谋色深远 也不知梅长苏的这个保证 他是信了 还是没信 但是一直到 言语今叫来了苏折的暖叫 他都没有再开口说一句话 只是杨首立于寒鲁双街之前 静默无言 唯有在叫声轻晃起步的那一刹那间 梅长苏才听到了这位 昔日英节的一声长长叹息 叹息声悠悠远远 仿佛已将满腔的怀念 探到了时光的那一边 回到自己的宅院时 梅长苏已及了全身发汗 气力不支 勉强撑着 又安排了人随时关注言语的行动 这才放松下来 昏沉沉躺回到床上 向燕大夫说对不起 对于他的盗窃 老大夫是离也不离 为病人失真时 也仍然沉着一张锅底色的面孔 迫让一胖的梨刚担心 他会不会把手中银针 炸到其他不该炸的地方 出出气 就这样 卧床休养了三天 梅长苏的精神 方亲间恢复了一切 也许是下属们刻意不敢惊扰 也许是真没发生什么大事 这三天 京中局势甚是平静 只有皇帝下了一道诏书 称皇后患病 年尾祭典由许淑妃代之礼 据宫中传说 皇帝原本还是属于岳飞代理的 不过岳飞本人却亲自上书 称位分在后代之不公 并提议按品级和入宫年限为准 推许淑妃之礼 这份上书实在写得理清兼备 彰显气度 令两帝大为赞赏 亲自新肠诸差 以为嘉奖 消息传出 伪是让豫王气门 不过 气门归气门 这也是夺敌之争 来回攻防时 常会有的事情 一方并非打胜 另一方也没什么实质损失 宁官当前 事物繁夺 双方都没有再深入纠缠 更多私要 苏宅中 当然也要准备过年 这个不是没成苏要操心的事情 且不说 离当时内务好手 十三县上那边 也有公寓 周周千全的打点了几车的年货过来 大部分时下流行新桥的玩意儿 都是全的 使得飞流 基本上要每天从早忙到晚 忙着玩个不停 其他 诸如慕王府 御王府 严府 谢府 同灵府 等等有来往的府邸 也有年礼宋上门 连晋王也派了俯冲长使 登门问安 送来些礼礼 所有的礼物 每场书 大多只是看看礼丹 便让礼刚自己出礼 连回礼 都有礼刚一手安排 他根本不闻不闻 不过这其中 其有让飞流大爱的一样事物 便是慕王府所送的 七香烟花 各个统身 都有小儿必促 帮出来绚丽一场 飞流每一晚 必放上半个时辰 结果还没到初期当天 就放了个干干净净 连刚派人出去重新买 才发现人家慕王府 送的是公制烟花 市面上一干买不到的 为了安抚飞流 大病处遇的麒麟才子 离开床榻后 提笔写的第一封戒 竟然是给霓皇 让他再代为 多买诗香烟花的 请您继续收听 由莫言鬼语 乃音为您播讲的